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名韩10亿 豆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豆制品 营养极为丰富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非常好吃的家常做法 吃起来鲜香滑嫩又多汁 好吃又下饭 做法简单又营养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豆腐,对半切开 取一半就可以,这块豆腐比较大 然后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装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一把海鲜菇,去掉根部 再把它切成小段 放入盘中 加一勺盐 加入清水 把海鲜菇,用盐水给它清洗清洗 换水,清洗两到三次左右就可以 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来,装入盘中 然后准备两颗大葱,把它切成片 装入盘中 一个生姜切成片 几头大蒜切成片 再切成姜蒜 再切成姜蒜末 切好,装入盘中 一个西红柿 把西红柿皮,用小刀给它去掉 然后对半切开 把里面硬心部分去掉 这样吃着口感会更好 然后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装入盘中 跟着准备一块瘦肉 把它改刀切下 再剁成肉末 加点肉类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有营养 不需要剁得太碎了 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哦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来调个料汁 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香油 一勺盐 半勺味精 半勺淀粉 加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烧开 烧开后 加一勺盐 再把豆腐倒进去 焯水两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豆腥味 还可以使做出来的豆腐 吃起来更加的有韧性 降低烹饪时候的破损 两分钟的时间 捞出来 放入盘中 再把海鲜菇倒入开水中 焯水一分钟 不管在做什么菌菇之类的 都要给它焯一下水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健康 捞出来 装入盘中 接下来锅烧热 加适量的油 油热之后 把肉末倒进去 快速翻炒 把肉末炒散开 炒至肉末变色 肉末变色之后 把姜蒜末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之后 加一勺香辣酱 继续翻炒出酱香味 然后把西红柿倒进去 翻炒出西红柿汁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跟着把豆腐倒进去 海鲜菇倒进去 料汁也倒进去 翻炒均匀 炒至所有的食材入味 把汤汁炒至粘稠 这里可以给它焖煮 两分钟的时间 这样豆腐会更加的入味 吃起来也会更好吃哦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里呢 大约炒了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的豆腐 海鲜菇就非常的入味了 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特别的鲜香 滑嫩 盛出来 装入盘中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吃起来口感筋道 有韧性 滑嫩鲜香 海鲜菇吃起来 清脆爽口 里面的汤汁 可以用来泡饭吃 真的是太下饭了 米饭都可以多吃两碗 加了肉末 营养均衡 这样做出来的大葱烧豆腐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我个人觉得 比麻婆豆腐还受欢迎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 这种做法呢 就连挑食的孩子也爱吃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